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身边的哥们女朋友一个接一个的话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蟑螂 再看看你自己 追一个女生怎么追都没有用 再怎么对她好都是无济于事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不怕你抬杠就怕你不看 Hello大家好我是娜姐 今天咱们来讲讲为什么别人成为了舔狼 而你呢成为了舔狗 舔狗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使劲的跪舔 你使劲的跪舔他都没有感觉 追女生在误判的实际的情况下 你说出了超出当前身份 该说的话是导致女生不敢接近的根本原因 那怎么才能够把握时机呢 一定要学会什么时候可以关心 关心的前提是什么 第一你俩至少是朋友以身的关系 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该认识人家女生一上来就关心人家 比如说人家感冒了 你就回来记得按时吃药别着凉了 用不用我给你送药过去啊 你是什么人呀 凭什么要你去送药给人家呢 这个时候你俩还没有什么关系呢 女生肯定会觉得你对谁都是这样 第二对方主动表达当前的感受 如果他说他感冒了 在床上躺了一天了 这难受就是主动感受 你就可以去关心他 关心就是他说他感冒了 你就回复他说 最近天气确实不太好 我治病也是 就简单的接一句就行了 舔狼就是这么做的 当女生主动表达感受时 就简单的接话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总是跟干润时没多久的女生 有以下的对话 女生说下雨了 你就说千万记得带嗓 别淋雨了会感冒的 女生说周末我要搬家 你却说要不要我去帮你啊 女生说我今天要加班 你说真辛苦要记得吃饭呀 不然会胃疼的 一上来就关心示好 往往都是错误的开始 一定要分清楚你所处的阶段 认清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 丈量他很知趣 知道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亭果呢就显得很撕脑筋了 很多时候女生不会把话说得太直接 都是违望的表达 所以能不能看懂女生暗示就很重要了 女生想要跟你在一起 绝对会给你很多暗示 就看你能不能看懂了 暗示一 当你发现女生会主动的了解你的生活习惯 有事没事呢 总有你的朋友确认点赞 甚至跟你尬聊 都能聊一会天的那种 那他绝对是对你感兴趣 当男生天天问你在干嘛时 很可能是尬聊 女生这么问的话 那很可能是对你有意思 暗示二 他会把自己小时候的事或者是在家里的事 毫无保留的跟你说 然后会因为你而发朋友圈 你要知道 女孩子是不会随随便便的把异性发到朋友圈的 暗示三 他会问你一些很傻的问题 比如你下辈子是想要做男生还是做女生呢 万一咋俩都是女生 那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还会说一些没有用的废话 或者娶一个逆生损损你 你猜我今天干啥去了 你这个书头是不是傻呀 毫无疑问 你该拿下它了 中期的暗示就是 吃素 不管连谁在一起 他都会管管抹角的问你 跟你聊天的那个是谁 昨天去干什么了 偶尔还为自己生个小闷气 他会说出一些超出单情身份的一些话 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怎么这个女生突然变了 怎么变得这么的不可琢磨呢 兄弟 是你应该主动你了 这就是钱狼 那如果女孩子有以下态度 你就不要再追了 不然就挺过了 比如女生对你很客气 从来都不需要你帮忙 你请她喝瓶水 她都能够露出 礼貌型的微笑 哦不用了 谢谢谢谢 这可不是什么礼貌啊 她是不想弃你人情 感情重在交流啊 如果女生一直拒绝你的约会 说明人家压根就不想跟你交流啊 还有那种和你聊天 总是特别高冷 总是在那里端着的 动不动就 呵呵 嗯 我去洗澡了 这种话来敷衍你 那说明你根本就不是人家的菜嘛 最后一种就比较惨了 就是你付出身形 她总是不冷不热 你表白她不拒绝也不答应 但是呀 你送礼物的时候 她却照说不误 有时候你请她释放 她会带好几个人过去 闺蜜啊 闺蜜的男朋友啊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等等等 她只是在享受 别人追求她的快感 根本就不喜欢你 所以就不要再浪费时间 在她身上了 男生一定要失信退 过度的死长烂打 不但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还会让人家更烦你 给你贴上前狗的标签 所以不要把实现心力 浪费在一个不喜欢的人身上 我是娜姐 关注我 教你更多恋爱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哈 哨 谢谢大家